如果不是有人弄坏了整個香港過去幾年的話 我想很多人都不會覺得有人覺得要去面對 去對抗有人會灰心 但是好像你剛才所說 他說你破壞一國兩制 不是我們說他破壞一國兩制 現在問題就是 就算你這麼高調去投身這個選舉 他都認為你是在破壞他的 你有沒有想哭 我先說你自己 你這麼高姿態 會不會就說 如果要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如果這樣的分析力都沒有的話 我自己也挺灰心的 這個星期六 毓民會客室終於輪到我了 不談政治 毓民會客室 因為現在我已經不同了 那幾個班 這個女孩子被人欺負人 人家會覺得怎樣 你一定會害怕 是吧 我遇到你也不害怕 誰知道我真的不害怕 我只是用正常的途徑 你報警 我又沒有做過什麼傷天害你的事 如果你說雙月糾紛的 那就法庭了 我真的欠人的 就在法庭報我 沒有這些事的時候 你怎麼做 我都不耐你不何 不過 又過了這麼多年 又過了幾年之後的今天 接著 到今天的時候又怎樣 又來了 因為我剛剛接受了一個訪問 其實那邊訪問 我只是想很簡單 就是一週刊 接著又被人 有被人 現在這個很嚴重 說我招搖過市 就是官司 不是 首先 我其實呢 我一流都不害怕那幫人 原因就是因為 就是說我講一句話 就差點講一句 就是不是假裝 我真的都有幾萬人聽 那你說完那些話 根本就沒有人聽你 我都不用理你的 那那個人是有影響力的 沒有 那就不用理了 其實我全都不擔心 不過有一點 我真的想公開在這裡 跟別人說 如果你的節目有人看到的話 因為我想我的粉絲都喜歡到處看 但我不知道而已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最不開心的一件事 因為我不懂得玩Facebook 原來Facebook 一個人一個可以把很多人出來 這個人在Facebook裡面 到處去Add我的朋友 非常之滋擾他們 這個是我想 這些行為 這個是我最想跟我的朋友道歉 因為為什麼 我沒有能力阻止 老友們 你們體諒我 因為我不懂 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能力去阻止 但是 你知道Facebook 是一個公開的平台 我是沒有能力去阻止 人家半夜三間去騷擾你們 等一下這樣 Kitty姐 完結了節目之後 你坐在這裡 我就幫你在這裡 用Facebook做一個直播 你照說剛才那段 然後照放在那裡 那些人會自己看的了 那你就不用再解釋這麼多次 所以其實我也不用解釋了 因為很多人看你這個 是嗎 我絕對相信一個人看 我已經有很多朋友幫我 麻煩你 分享出去 你們會知道我 分享 我真的想跟我的好朋友 其實說真的 我做了媒體這麼久 我是沒有請同業上來的 因為第一 我是不會覺得 第一 我自己正在做的行徑 我不會跟你拍檔 第二 我覺得你做不到我這件事 第三 你這麼多事情 覺得我不行的話 那當然不關你們的事 那Kathy先生我 應該是第一個 殯儀業請回來的 因為我是欣賞她這件事的 所以 說真的 我是要全力幫她拖的 不用說話了 那各位 麻煩你真的分享出去 就是 我都會幫幫忙的 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其實有時候很多人 這些人說 現在我不是英雄主義 你不要誤會 我都試過 因為 我都試過 大哥 對於我來說 你就沒了 有一個 N單娛樂新聞 N單 N個台做訪問 整個網台界都是我的老友 我不用怕你 你都傻了 我面對香港六百萬市民 我面對你 這個圈裏面的債人 是嗎 我有我的人生 其實這個都不是我們的對手 應該是這樣說 打手 打手對一些正常人來說 基本就不是一個對手 只不過 我從來沒有介意 說我那個 或者借我那個 任你做 剛才那個人說得很對 人仔真的 任你做 對不對 問題是 我想跟我的支持 我的朋友說聲 對不起 因為透過這個打手 經常騷擾他們 你只不停地扔東西 扔到別人花碌碌 幹什麼 對不對 你說我老千也好 賊婆也好 衰人也好 賤人也好 總之是不停地說 我前一陣子 搞我無牌臉撞傷 我撐你 我做了二十年 我吃那碗飯吃到現在 現在才沒有牌 那我就慘了 坐牢 神經病 當然我不會回應 你要記住 外面什麼人都有在說 人仔你記住 我又重新說一句說話 我不是幫人仔說 我是公道說 我是很公道的 如果他的出版 我幫他出笨的 他沒有牌 我可以告訴你 他絕對出不了笨 怎麼出笨 出不了笨 你說你自己也覺得奇怪 很簡單 如果每個人沒有牌 都能出到笨 你自己背著你老爸上山 還用什麼從業 不過我從來都 我這次第一次真的回應 原因 因為這宗新聞過了很久 是嗎 我都不知道多久 如果我自己 再去回應 再去炒起 我可以炒的東西 一定會熱的 你第一天就認識我 但我當然不會炒熱它 那也不需要 你說一句很簡單 像你所說做了二十年 你知不知道人仔我看著他入行 我二十二年 我看著他入行 但當然我看著他入行的時候 不是說我是很聰明 我不是說這樣 而是我早過他入行 跟著我跟他以前的大哥 以前跟他入行的大哥 我跟他很友善 他是打麻雀 所以那時候他小一點 殯儀館的老闆 是的 林英偉也不怕說 大家都看到我殯儀反擊 不用說 林英偉所有人都認識 即是我說可以 那我看著 人仔跟著他 那時候入行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不過這樣 沒有問題的 我跟一個這麼有知名度的人入行 但是人仔有人說 有人就有人說 剛才好像你所說 有知名度的 林英偉也有人跟著 只是一個人物 OK 只不過英年早逝沒有辦法 是啊 我們都是這樣 但是你們新一輩 或者現在有很多人 都不知道他是誰 你就沒有運 我們有限度答應到 我們知道誰就可以了 因為為什麼 他在我們殯儀行業是名人 在廣播界不是名人 無必要再抄回來說 讓大哥舒服一點 我們這樣說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們這樣說 有得人 沒所謂 我上來你也不用擔心 我坐在你旁邊 我不會亂說 他們說 就是意思 那些人 我坐在你旁邊 那些人都不會亂說 你明白嗎 因為我不會跟你亂說 我也很正經地說 問題是 我真的想借你的節目 道歉朋友道一聲歉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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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那麼長氣 你上來也不只是聽我說道歉 那你還有什麼 還想知道 我是啊 其實將來發展想如何 現在其實在搞什麼 我看你真的 有有有 不簡單 裡面有很多東西 如果你說我將來發展 其實我接下來我會搞這個寵物 很多人都知道 因為我們香港人越來越喜歡 其實不應該說越來越喜歡 應該說 現在將喜歡寵物這件事變成了一個風氣 我應該這樣說 不是越來越喜歡 一向都很多人愛寵物 現在變成一個風氣 那什麼意思呢 以前我們生小朋友 好像我這樣生三個兒子 大把 生幾個兒子 但現在人們不喜歡那麼多小朋友 可能一個人生或者甚至乎沒有 那他們找什麼陪 好像你這樣 八隻 找來陪 那你陪的時候 他們會八年龜佬的 你不要丟掉垃圾桶 他們打算被人領養 領領自己做樣 是這樣的 因為每個人都喜歡動物 你知不知道 我沒有動物都弄幾隻回家 現在 愛心就是這樣來的 越來越爆棚 當你那些小朋友 那些毛鞋 要走的時候 其實需要一個最後的一程 那我現在就想 透過自己的專業 再將它發揚乾大 搞多一點點 當然我越搞得多 我又越被人咀 不怕說了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 有很多人 他還在一個框框裡面 怎麼說呢 太過手狗 他那個框框裡面 保守 不 他一定 他跳不到那個圈 他一走出去 他又怕別人 但我又告訴大家 大家都知道 我搞個殯儀場景 也找他師傅幫忙拍戲 他們的心態是這樣 不要拍 這頭講完 說很討厭這套戲 轉頭 自己的部分就四處分享 你們看 哇 我幾 都叫低男子 所以沒辦法 我們都要預計 有人這樣看這件事 但如我們所說 無邪都要有人做的 那麼要求聖行業 誰做的 不是我們做在病人的人做 誰做的 難道你們無緣無故去做無邪嗎 人家都不敢碰 不要說動物 更難搞 因為人家沒有動物的屎屎 那麼可怕 其實我也是很慶幸這一行 很慶幸他們守舊 因為他們不守舊 即是不會見到我 當然 他們到現在 有很多新加入進去的那些 其實越來有些人 越像我和你 因為有些人進去的 真的看到我和你 那些事情發生是怎樣 那他們是會有些學的 我看到是有些學的 不論網上的一些怎樣去推廣 不論他們怎樣去 表演自己的殯儀的東西 我見到是有變化的 那在於我的立場來說 其實時代一定會過去的了 走最頭一定危害一些 通常都會辛苦一些 但是我都很享受走最頭那件事 你說殯儀talk show 各樣 其實我說的那些話 又不會先涉及到 因為其實你都是半個優學園的人 其實我們那件事 是在說我們生死教育 生死教育 除了我這樣說給你聽 可能有些東西你喜歡 我呈現出來 令你容易接受 因為你做一種娛樂的手法去做 半個娛樂園的人 我剛才都在說 其實你不是傳統的殯儀的從業 因為如果你只是做殯儀的從業 可能你沒有那麼多變化 因為你半個娛樂圈的人 他們的變化多 不過是這樣 他們沒有接受 其實我知道他們經常偷看一些東西 因為新的東西 好奇嘛 不知道你搞什麼 我都好奇的 剛才你看到我晚上這麼看 我沒見過這個節目的 偷看 我知道有很多人偷看 但是我很明白的 因為好像有些什麼新聞 下面的留言板 我們看到反應是怎樣的 譬如真正的市民 就會留一些真正的現象 你會感受到 知道哪些是行家 在暗傳眾商 你一看就看到了 所以 我也都不會特別回應什麼 原因就是 因為 我已經習慣了 我知道哪些是市民 哪些真的不是純抹黑 我知道 我亦都相信 真正市民的力量 是大於抹黑的力量 所以我永遠都可以 他自己說 人家自己 香港人是最聰明的 是不會 最聰明的 他是不會 你這樣說我就是這樣說的 所以他有很多自己的思想 在裏面 但是就算有他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的 性格 我都說 你無論我做什麼 如果要瘋子 這行的人是這樣的 總之 這班人說這個人什麼什麼 這個人就是什麼什麼的了 無所謂 我都覺得 被人都挖到瓦子了 我經常都說 我們的生意 不是做他給我 其實我現在 即是我接下來 我有電影搞 有show 甚至乎賓儀的歌 我也有 出歌嗎 人家很新潮 我都沒聽過 因為我的show 會連同一首歌 剛才他講的那個show 我覺得挺搞笑的 有首歌叫蓋觀的 是嗎 是先人和我們再生意 有的了 抓了沒有 可不可以先帶給我聽 當然 我不會和你出街 你放心 我在這裏講的 現場唱 不行的 我不能人家有版權所有 沒搞的 因為我是連同 talk show 一起做的 因為我很想 很想聽 我有好奇心 會連美 你開玩笑 2007年新人 不是開玩笑 是否到時有票給我 那你就來 我買票 好啊 我支持你 沒理由叫你醒我 醒我 醒我就支持你 那個show 是一開始破地獄先的 所以我不是想去看 然後破完地獄 然後就有一群舞蹈員出來跳舞 你這麼快都說出來 什麼新聞都有賣 我講了一點 他剛才畫面有破地獄那個 我只能碰到 我怎麼問他 然後不是就這樣 只是在殯儀館那些東西調過來 是將裡面黑色的那些幽默 有很多笑話 一些傳統帶給我們 和現金社會不適用的東西 一箱衝那個張力 是很好笑的 你將它變成一個可以被人笑的 其實是 你們大家都會知道 是什麼 譬如我們在喪禮裡面 我們是不可以笑的 但其實那些東西 正常令你笑 是一個正常的表現來的 譬如 你想做到這樣的口 就是我想給一些人 看到喪禮外面的東西 和最終帶出一個點 就是說 你現在做什麼大龍鳳 最終都是要珍惜你這個眼前人 在眉瓜之前 對它好 那你後面 之前那些全部都是廢話 但是 你這個是一個回憶 應該怎樣去處理 大人的那個新潮 你知道我對阿婆來說 是一些很新鮮 但阿婆都喜歡看我的雙送 很新穎的東西 阿婆會覺得 但一帶你肥肥的 你吃英文文化 要找一個肥豬肉 不是應該 如果你餐餐這樣 你會真的膽固順 阿 命都短幾年阿 真心要拿一塊東西 其實他們那些人 有些例數 其實我們中國人叫例數 因為我們香港人都已經很繁忙 很多人都忽略了 但我覺得例數要做的 不過好像人們說得好笑 我想看一下什麼好笑 是的 例數是要做的 沒有可能他做完那個top show之後 的人不用做的 那又不是這樣 是 他只是 不會不用做的 要的 他只是把這些 但是你要知道做喪禮的鎮蹄 不是一群香薪 這樣給你壓力 你要做這個 根本不是你想做的儀式 可以帶出這一點 有得選擇 死後也有得選擇 其實我真的覺得 裏面這一行的可塑性很高 是的 當然也不能太離經半導 我不會離經半導的 不過我知道你這個純粹是娛樂 你做什麼都可以 譬如好像我有一個特別嘉賓 阿博 你知道嗎 阿博是我的特別嘉賓 他是一個婚禮很成功的詩儀 他曾經跟我談過 其實婚禮跟喪禮很相似 他講了很多好笑的東西出來 其實是真的 和我去call over 其實是真的 阿博真的沒有說錯 其實我們中國人的紅字白字 其實有很多東西很相似的 只不過說的話不可以一樣 因為你知道紅色很閃 白色喪閃 所以我們演繹的字眼不一樣 但其實他們的禮數也是一樣 甚至乎我真的會演繹一個婚禮裡面 是會有破地獄的 即是我要表達到給別人聽 其實這些古怪的思想 為什麼以前有這麼多禮數 你們覺得很奇怪的禮數 我們也分析過 是以前鄉下的人可能讀書不多 文字又未開 那一味只是可能一些法師 或者一些師傅 傳到一些東西下來 其實又不是這樣 而令到有些東西演變到 又不是這樣的人 你想不想聽聽我的演繹 好啊 因為可能我是讀殯儀出書 我不是說只是握個根 其實殯儀的禮數是五千年的歷史 並不是一些法師 不是一些師傅說出來的 只不過現在現今的人 很多以為是師傅說 他們是根據幾千年的文化 跟著演繹的 只不過在時間上加多和減少了 其實歷史就是經過了很多人 孔子、魯子、墨子 因為不同的年代 他們有不同的鬥爭 你知道太平盛世的時候 人有錢 你能夠做多些喪事上面的禮數 到墨子的年代 七國聯軍八國共亂 一天打仗 如果那些孔子 賢孫去守孔 那誰打仗呢 那誰生小孩呢 所以他們又把那個勵數 演繹到簡單了 總之 所以經過我們三千多年的文化 其實當中有很多演繹的 例如我們今時今日的香港 沒有地給你撞 所以我們又要演繹到 海撞啊、樹撞啊 給你們那些人不要爆棚 其實應該一般的正常中國人 是一定要入土為安 但現在已經躺在牆上了 所以怎可能一概而言 Kitty姐說這些 其實就是 因為你們這樣聽 你們會睡覺 所以我是把它變成 黑色幽默 共識的東西 很好笑的 而當中裡面 當然很幸運我自己做這一行 知道哪些位置是不會 蝕足到 亦都不會蝕足到我們這一行 亦都不會蝕足到各位的行家 所以我自己本身就覺得是 因為我都不是一朝一夕想做這件事 是這麼久以來經歷過殯儀的節目 殯儀的社書 或者不同的參考拍不同的東西 殯儀的東西 也有出過的書 有有有 而令到我有一些再新的思維 就是這件事是藝術的東西 對 我都說你用娛樂各國去看 是藝術的東西 因為你做了一些沒有人做過的東西 是 我那次我做一個音樂頒獎的嘉賓 我頒獎給一個歌手叫傅榮 上去講了五分鐘湯 是不是有女生 那個女生來的傅榮 我沒有記憶 我記得那個女生叫傅榮 你想想我做一個殯儀 我上去頒獎給她 我又在想我上去用什麼身份 我最擅長就是講殯儀劑 我就講殯儀劑 上一個音樂頒獎典禮講殯儀劑 我也很好笑的 其實我是即場想的 因為我原本當好一些東西 就不是這件事 但是臨出場前一分鐘 我才決定要改 因為我覺得永遠最擅長的是這件事 還有這個機會是一次而已 一次而已 人家會錄影、轉播 一定會一次 我一定要表演這件事 我說這件事 那時候 其實我想行家不會笑的 為什麼呢 我以前做年輕人 其實他們有很多笑話 他們自己說出來的 我想你也聽不懂 但其實他們沒有一個空間 去呈現這些東西出來 而且他們呈現這件事 會影響他們的形狀 所以就變成了 我們自己笑 躲起來笑 別人看不到 好啦 我們聽了很多這些東西 其實如果我們再把它轉變回 給很多大眾笑 他又不會覺得黑感覺 又會覺得 真的挺有趣的 真的有件這樣的事 譬如我上台的時候 就說 其實我自己本身 真的很喜歡做一個歌手 不過就不會有賞識 那些 但是都想歪了一點 覺得 應該有別的東西可以代替到的 所以就決意去殯儀館那裡 做藍和師傅 都是唱歌 不過給一些先人聽 跟各位觀眾一樣 沒問題的 我每晚開演唱會 你給我們觀眾聽 我每晚開 我要做主音 我要全場的focus在我身上 但是呢 那你知道歌手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去紅館開演唱會 還有掌聲 是的 那我覺得 我也是差一點點 過一點點 我不是紅磡第一館 我紅磡殯儀館 都OK啦 是不是 我們都很貴式 騰子儀館 這個位置 但是呢 我又覺得世界上 我都來到這裡頒獎給Tulisa Tulisa 可以由音樂界 都可以去殯儀界 我也都可以由殯儀界 來音樂界 所以我決定我接下來的新歌 《蓋冠》 將會送給大家 我是這樣聽完那首歌 我覺得 其實殯儀是很強的可塑性 因為我試過做蘋果的飲食節目 用拿磨佬的身份去介紹紅磡的神秘美食 很多東西吃的 真的很多 很多東西吃的 然後也有說說政治的 但是就跟一些無線合作 就說一些年輕人沒有屋睡 買美樓要睡棺材 你有做過這個嗎 是的 然後就在TVV裡播 就叫時桑棺材房 那個棺材裡面又有冷氣 又有電視機 是否蓋上蓋蓋 又閉燈那個 是的 那我又去做多些這些東西 我覺得可以成任何的東西 這件事 也都標榜到我殯儀的形象 也都覺得大家 甚至乎行家都好 現在 基本上如果我沒有做過那些東西 以前你偶爾做一次 人家會覺得很驚奇 周圍寫一些碟 然後罵你 我經常被人罵 但是一做一做一做 根本做到他們 已經滑光了 他們都滑光了 不要說我滑光了 他們都習慣了 看完就算了 這次又是這樣 以前伙記很可憐 杰烈姐 肯跟我們那些 我們沒有做什麼 他們就這樣 那他們又會被人單打 因為他們 打著你的牌頭做 是的 他們有他們的壓力 這行很辛苦 不為外人 我們的苦樂 但是我覺得 就真的 無論如何都好 我和杰烈姐 其實她已經過了一段 這段最辛苦 是過了 亦都有我們自己的支持者 亦都有我們自己的團隊 亦都有我們自己的隊員 是的 將來的發展 說真的 可塑性太高了 因為太多了 譬如像寵物殯儀 或者寵物的臉狀 其實都是一個很強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覺得做殯儀的人 做這件事有優勢呢 其實我都會搞 接下來都會和Kitty姐 有些合作 我們搞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理念 是相同 第二 我們同一類人 第三 Kitty姐在管理方面 真是有一手 我自己 我自己衰些說一句 謝謝你欣賞 我就手尾王 什麼叫手尾王呢 前面的東西 我的鋪得很漂亮 做得很好 但是後面呢 因為我自己是對手 我做不切 我的團隊呢 只是一起幫我衝 他只是打一個班 後面那裡 我們要保持那個質素 我偶爾有一次 Kitty姐的舖 就在我的舖旁邊 我有偶爾去她的舖 借廁 真的借廁 因為廁所還沒做好 又過去 真的看到 那些東西井井有條 謝謝你欣賞 你沒得說的 你擺個花瓶都這樣 有那些什麼叫強迫症 那些都適合的 全部都 那我就 啊 Kitty姐 不如我們看看 有沒有機會合作一下 那從而在裡面 就談到話 了解到 直到現在這一刻 請了一條嘉賓 看了她的報道 更加深入了解一些 那所以呢 我覺得 將來的條路還有很遠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厲害 就在市場方面 現在 那我覺得Kitty姐的舖尾門 和她現在做人處事的方法 亦都能感染到我的同事 那我覺得 是傷得益張的 那樣東西 那這樣就 那將來發展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 那但是 我就覺得 這個 現在這一刻 走到這裡 為什麼我們 不是半年前認識呢 為什麼不是兩年前認識呢 為什麼 去到現在認識 就當然有現在的東西 因緣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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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變成 我覺得呢 將來對於殯儀 甚至乎寵物的念狀方面 應該有一個大衝擊 和可以有一個新發展 因為我們都看到 殯儀寵物的念狀那邊 其實有需求 停了 因為 政府也好 私人也好 都是缺乏了一些東西 所以變成我們 但是我們可以 分析過我們 可以彌補到那一點 那就做了 就是這樣 好了 那阿 阿彩利 阿彩利是我們的 動物那方面 負責是愛心大師 你看都知道 他很有愛心 他是瘋的 說完 他是有養八隻狗 五隻貓 以前有些死亡 有些烏龜 白兔仔 鷹帽 他是瘋的 什麼種類都有 你家有多大 我住村屋 知道 那也不行 他已經被人趕走十幾二十次了 因為你太多動物了 是啊 接受不到 然後他又有坎坷市 很坎坷 如果養十幾二十隻 你怎麼照顧 他十五歲出來 開始教這科 一邊讀書一邊做老物 然後老物的錢 都拿了租房子 公屋被人趕走 你怎麼住公屋 被人趕走 你又不捨得那些毛鞋 你被人趕走 是啊 要不就整家人搬走 要不就我自己跟他們搬走 要不就你媽媽搬走 現在都可以的 我也很欣賞 你知道我養一隻毛鞋 我照顧人會照顧 我照顧人會照顧 我照顧狗不會照顧 我覺得照顧人會照顧 他照顧人不會照顧 照顧狗才會 我和你調轉了 所以就有場處 我照顧人會不會照顧人 我覺得都很容易 我三、兩下手勢 我就理解那些小孩子 餵奶甚麼都仕掛 我都理解 我跟高貨何 libert 照顧狗很辛苦 不見了我又報了警察,但是警察本來跟我一起去通山找的 她自己走回來的,九個字,去了玩 這麼好笑? 哭得我死呀,哭得我死呀 其實我們也看到Kitty姐,我只能用四個字形容她 就是鐵漢有情 雖然是很不對的這件事,但也是很對的 你覺得是鐵漢有情嗎? 絕對感受到 你會覺得,千萬不要相信你 有時候不要相信眼睛和眼睛 其實真的不像女人 用內心去感受 你一定要這樣,說真的,對著那幫傢伙怎麼撐? 我本身是男人,你以為沒有垂侶嗎? 我也有垂侶嘛 你有沒有看到我裝模作樣? 你以為裝模作樣的背後不用付出嗎? 好了,今天就真的謝謝Kitty姐 你其實一講話是否辛苦? 不辛苦,因為我低了一個聲道 不過你都立即遷就的 我今早才見完醫生,醫生不准我說話 不行啊,我們不說話 他們沒有那麼受惠 他說你壓低一度,我已經很沉默了 我聲音還壓低一度,壓低一度說話 咦,你被迫著斯文 我平時都不是很大聲 只不過因為我聲底沙 所以我要… 其實有時候就是這樣 他又要壓低一把聲音 他又要慢慢說 他不想快說,他要慢慢說 然後人家又會覺得他… 哇,這個人的心藏不露 哇,很恐怖 會覺得他… 哇,你這傢伙一定是有些問題 哇,我很害怕 反而我們這些,沒有東西 聲音大大,沒有貨賣這些 所以我就覺得大家不要看這面 而且不要聽 為什麼呢 你… 因為我都曾經過 我以前也聽過Kitty姐很多東西 令到我自己覺得 他不是好人來的 是啊,那些人都沒有人喜歡我 過內人,我知道我很明白這件事 所以… 但相處角不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用心去看你身邊的人 不只是這樣聽完講完 看到都未必是真的 好啦,那好啦,今天多謝Kitty姐 多謝了,拜拜 多謝了,拜拜 多謝了,人仔,拜拜 拜拜